中老年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每个月,我都会抽空回老家看望我的爷爷奶奶 他们虽然年事已高,但总是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对生活充满热情 陪伴他们,聊聊天,干点力所能及的活 成了我回家的一大乐事 然而,有一件事情让我一直感到心疼 那就是,每次我回家,爷爷奶奶总是舍不得买零食 他们生活简朴,总是想着省钱 却因此而忽略了自己的口味和健康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开始寻找一些老年人适合的零食 既能满足他们的口腹治愈,又不损害健康 下面,我要分享给大家我所发现的五种老年人营养零食 这些零食不仅美味解馋 还能让老年人常吃显年轻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牛肉 中老年人大多数人对于购买昂贵的牛肉有所犹豫 更不用说享用了 但我希望改变这种情况 我认为牛肉肝有许多惊人的好处 这些好处可能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牛肉肝富含蛋白质 有助于增强体力和精力 这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可以帮助他们保持活力 更轻松地应对日常生活 牛肉肝对于胃肠健康也非常有益 它可以帮助舒缓胃部不适 有助于改善消化问题 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享受美食 牛肉肝还富含钙和蛋白质 这有助于增强骨骼和肌肉 随着年龄的增长 骨密度和肌肉质量可能会下降 因此多吃牛肉肝可以帮助中老年人保持强健的体魄 因此即便是那些牙扣不好的人 也可以享用牛肉肝 因为他们通常比生牛肉更容易咀嚼 这可以提高他们的咀嚼能力 改善口腔健康 2.黄桃罐头 随着年龄增长 肠道蠕动减缓 老人们可能在下午或午睡后失去食欲 口味也逐渐减退 我发现一瓶黄桃罐头 可以在这些时刻发挥奇效 不仅能够唤起胃口 还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 黄桃本身富含维生素C 这对中老年人的健康和皮肤保养都有很大益处 此外 黄桃罐头非常方便 无需烹饪 一瓶就能满足营养需求 这意味着老人们可以轻松地在需要时享用 而不必费心做饭 此外 黄桃罐头也有助于保持肠道健康 预防便秘等问题 这在中老年人中尤为重要 因此 我建议中老年人每隔一天使用一罐黄桃罐头 这不仅可以改善他们的饮食体验 还有助于保持健康和活力 三 对中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深感关注 尤其是他们对糖分过多的糕点的喜爱 甜食摄入过多可能导致高血压和糖尿病等健康问题 弗林高的独特之处 这种糕点不仅口味适中 而且具有一些健康益处 特别适合那些长期身体潮湿的中老年人 弗林高有助于排斥和助眠功效 他们都非常感兴趣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开始逐渐接受这种不太甜的糕点 感受到了它的好处 四 大虾干 在中年和老年阶段 增加高钙和高蛋白食物的摄入对健康至关重要 干虾是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们含有丰富的铁 锡 钾等微量元素 有助于提高整体健康状况 而且 它们既高钙又高蛋白 对骨骼和肌肉的维护至关重要 中老年坚实每天食用两只干虾 不用超过半年时间了 效果非常显著 对于增强免疫力 补钙是非常合适的 五 桂林高 老年人的代谢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减弱 这使得它们更容易对辛辣和油腻食物产生不适反应 导致身体内火气升高 为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平时多购买一些有益的食物 其中 桂林高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桂林高是一种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零食 它具有滋阴润造的功效 可以帮助降低体内的火气 缓解不适感 每周它们食用一到二罐桂林高 这不仅有助于维持体内的阴阳平衡 还能预防便秘问题 这种食物为它们提供了一种美味的方式来保持健康 而我也感到很欣慰能够为它们的健康付出关心 总结 建议中老年人 千万别心疼前 这五种零食该吃就吃 营养又丰富 常吃显年轻 看完记得给我点个赞 点个赞看 如果觉得有用 可以转发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观看 感谢大家的支持 祝大家身体健康 感谢大家